人工關節 人工關節 人工關節其實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手術 這個手術在台灣第一例做到現在應該至少50年以上了 基本上說小手術一點都不奇怪 比方說手術的時間 一個首次致患的人工關節 以我而言大概從開始畫刀 到人工關節的零件全部都安裝好 平均的時間是17分鐘 但是非常非常短的時間 所以常常在一個手術日裡面 我一天可以開到十幾台的人工關節 第一個他的手術時間非常短 第二個他的恢復其實非常快 比方說大多數的人 他是在開完刀之後是在一兩個小時之內他就可以下床 手術的當天 他之所以有一些病人無法馬上下床的原因 變得好像不是手術本身而是麻醉 他麻醉的關係他頭暈可能沒辦法馬上下床 再者他的恢復快到他下床還是可以走路 然後幾乎每個人都是第二天就出院 我的病患統計起來 百分之96點多的人是隔天就回家 而且他出院之後不再需要復健 跟過去完全不同 以前是需要很永長的幾個月的主拐杖的時間 現在沒有 現在拿拐杖的時間平均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內 大多數的病人是不拿拐杖的 最後一個事情是過去他們需要很多的限制 比方說他會請病人腳不要彎超過90度 睡覺腳要開開的中間要塞一個枕頭 然後這個什麼馬桶太矮不能坐要坐高的椅子 這些事情在成熟的人工關節手術之後 他是完全沒有限制的 而且這個汗你用的是健保的材質 或者是自費的材質毫無相關 我常常會被病人問到的問題就是說 你這個是不是微創 現在有非常多的醫院他們在推銷 比方說機器手臂 電腦導航來開人工關節 這些事情在我來看 其實我覺得是殺機用牛刀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必要 因為他已經是一個這麼成熟的手術了 用電腦導航或者是用機器手臂開這個刀 很多醫院的藥價是要四五十萬 一個人工關節 但你曉得 假設你病患是用健保的材料 在不是用電腦導航 是用醫師的雙手幫你開的時候 他的價格只有一萬多塊 我自己的角度來看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病患 他的解剖構造並不特別 人工關節手術恢復的快或是慢 坦白講他跟傷口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是有非常正式的研究 人工關節手術恢復的好不好 是你在這個皮膚的切口下面做了什麼 而不是那個皮膚的切口有多大 那麼這個皮膚切口到底需要多大 決定的最大因素是病患的體型 同一天裡面有個病人他是一百二十公斤 另外一個可能是四十五公斤的小姐 好他們體型差別很大 傷口大小差很多 但是他們的恢復其實一模一樣 所以真正決定他恢復的好不好快不壞 是皮膚以下的 這個跟傷口大小根本沒有關係 所以所謂微創不是傷口大或小 因為人工關節是有尺寸的 你的個子很大 你的骨架很大 你的人工關節零件就很大 你不可能要求自己要在幾小的傷口之內 要把這麼大的東西硬塞進去 你塞得不好 那當然這個手術就是失敗的 空關節非常深 所以他才需要把傷口開大一點 才能夠看得清楚 當醫師只執著於在皮膚 這個傷口大一點小一點 他盡量要小 符合他自己所謂的微創 他裡面看不清楚 這個時候才會處理不好 反過來講 當你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的時候 這個手術就簡單順利 病患的恢復就會非常快 有可能 因為人工關節的電片 他健保給付的項目 他是塑膠的 這個白色的是塑膠的 塑膠是會發生磨損的 塑膠電片磨壞之後 這個人工關節就壞掉了 他就必須要重新再手術 當這一塊塑膠變成塑膠粉以後 他在身體裡面是 會造成一個叫做骨溶解現象 就是骨頭會受到侵蝕 所以這樣子的病人 他要再重新翻修 會變得非常困難 為了應付這種很困難的手術 我們才會發明這個叫做 護鎖式的寬修強化器 這個是有得到國家新創獎 這個是我的專利 這個也獲得健保給付 就是說這個是已經實際執行在 病人身上已經超過100例了 目前為止 就是說最困難的病人 我們有辦法用特殊的零件 幫他做以前做不到的翻修 自費的墊片就是這一種 叫做陶瓷的墊片 這個陶瓷它在臨床上 從應該是一開始有 完關節之後的沒幾年就有了 只是當年的陶瓷它會破裂 現在這個陶瓷是不會破裂的 我們其實可以試試看 它不會破 現在的陶瓷即使是撞擊都不會破 更何況它只是磨損 它就是又不會磨損又不會破裂 它有增加好處是這樣 所以它非常貴 但是我們把話講回來一點 塑膠的健保的就非常會磨損嗎 也沒有啦 平均都可以還可以用到十幾年 所以如果說這個手術的病患 它年紀已經有一些了 好比說它都70好幾80歲的人 事實上它用這個應該夠用 我不是說80幾歲不會活到100多歲 它可能要活到100多歲 但是人生從80幾歲活到100多歲 它的活動量沒那麼大 所以它的磨損其實是不大的 換過的關節有比沒有換的關節脆弱嗎 答案是沒有 我們看過非常多的 一隻腳換過關節 另外一隻腳沒換關節的人 它發生了意外傷害 跌倒車禍或者是高處跌落 基本上兩腳有換跟沒換的 受傷的機會是均等的 所以它應該是說 它比天然的關節差不多 差不多強壯 但是它萬一受傷 它比較難被治療 這個東西裝在人身上 其實大家仔細看它的表面 它是做成非常粗糙的表面 這個粗糙面 如果我們用放大鏡來看 它是幾十萬個小洞 這個骨頭跟這個人關關節緊密結合之後 這個骨頭是活的 它會長到這些小洞裡面去 等於有十幾萬隻手把它抓住 抓住之後它就不會再鬆動了 所以我們說要花一點點時間 讓這個人關關節跟骨頭密合 手術之後它多久可以接受 如果強度很大的撞擊呢 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天氣變化很冷 這個腳就會痛 那你可以想像在高尾度國家 他們不是換過關節的人 冬天都應該痛死了 其實沒有啊完全沒有 人工關節手術只要順利成功 基本上它跟天氣毫無相關 那反過來講 它有問題 但是病人可能不敢換 不想換 它就算是七月的大艷陽天 它腳還是很痛 網路上其實充斥的很多 有的是錯誤 有的是過時的訊息 所以很多病患 他們腦筋以為 換一個人工空關節是很大的手術 或者說比起更普遍的 膝關節的手術來說 他們會覺得空關節更大更恐怖 其實沒有 手術的時間空關節只要17分鐘 我開膝關節都還要35分鐘 Double的時間 對啊 所以其實空關節的恢復 比膝關節甚至還更快一點點 可以說真的是小手術 因為我大概23年前就開始做這個手術 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一直都有學到 聽到國外進展的新的開法 那在我很年輕的時代 我也很認真的去學 有新的開法我們就來學 所以我總共會四種開法 現在的年輕醫師在講的這些開刀方式 我大概沒有一樣不會的 我認真的講 沒有哪一種開法比另外一種好多少 完全沒有 這個不只是我的經驗是如此 我在醫學界裡面最高等級的研究 叫做前瞻隨機分派的研究 這些研究看起來 每一種開刀方法根本都完全一樣 所以我對年輕醫師的建議就是 你應該要去學一種 你自己覺得最熟悉的 你開得最得心應手的 當你在這個手術室上面 你已經開了100台 300台 1000台 逐日下去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的病人就是越來越好 而不是說 國外有新的東西你就來學 我們這麼多年 我說我學過四種開法 其中有兩三種 兩種是國外剛開始很流行 後來就告訴你說 對不起我們也放棄了 因為就是沒有比較好 你只要專精在你最熟悉的方法就好 手術完第二天 那個謝教授就說可以出院了 然後雖然說三個白很痛 然後手術後第四天 我就自己洗澡 我是屬於比較怕痛的 輔助器拿了三個禮拜 手術完第七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回去做重訓的運動 簡單的伸展 目前手術完是五個月 五個月一切走路都很正常 不會像別人那樣長短腳 還是白腳 人肉我現在還不敢用跑的 只是用行走 可以走快一點 走久了還是會痛 會痛的情況下 只要把它伸展一下 它就不會痛了 不像以前沒有開到以前 都要靠吃止痛藥 我現在是完全都不用 慢慢護眼 護眼當中 恢復得蠻快的 目前為止也是很滿意